中法比瑞文化经济协会和中国留学法比瑞三国的同学会 今天下午四点钟在台北市自由之家举行茶会 欢迎法国贸易访问团的团员一行二十五人 茶会由林军丽主持 这个访问团的团长彼得卡玛来 致时感谢各界给予他们的热忱欢迎 他同时提到这次来我国访问 看到各方面的进步情形感到非常的意外和惊奇 今后将在促进两国的国民外交和经济发展上贡献一份力量